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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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在路上马上就到 你快点快点 快去快去 是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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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 哎呀 吓死我了 别怕别怕 别怕小河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没事儿没事儿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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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 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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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解药 解药 味道怎么这么特别啊 什么玩意儿啊 这是我的分支 湘河 你别动 别别别 别别别 慢点 慢点啊 湘河 大部分毒都吐出来了 即便还有一些 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可是 咱们毕竟保住了命啊 湘河 我得死啊 我得死 不如 我们将计就计 如果我不死 袁克定也不会放过我 你马上 对外宣布我的死讯 说我中毒身亡 然后 我的后事你也要照办 这一点千万要记住 连家人也不能说实话 哦 我知道了 就让我死个一天半天 哎呦喂 道长 按照你说 那昨天应该是第一百零二天了 我昨天回到北京 我让这些兄弟去找你 你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贫道四海为家 你找不着 就把顺天时报的记者赵荣荣给弄过来了 对吧 呦 果然是师父明白我的心思啊 赵荣荣呢 赵荣荣 荣荣 来了 拉出来 到荣荣 走 师哥 师哥 别动 师哥 老实点 既然我来了 就把我小师妹放了吧 师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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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师哥来了 我也不会为难你的师妹的 把她的嘴巴堵住吧 怎么了 别动了 你想怎么样 我到底想怎么样 老实点 道长 别动 难道你忘了吗 在一百零二天之前 我们在茄子胡同口 打了一个赌 说我在百天之内 有血光之灾 会横尸街头 看 现在 我还活着呢 你输了 你还记得吗 输的那个人 可是要把眼睛挖出来的 冯荣荣荣 天哪儿啊 你想我来动手 还是你自己来啊 哎 还有一个选择 小顺子 哎 爷 快去 好机会 哎 哎 现在给你个很好的机会 去展现一下你的心狠手辣 哎 哎 把他的眼球挖出来给爷看看 别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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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哎 大长 小顺子伺候您几个月了 还真不忍心摘您的灯笼 哎 小顺子要是不动手呢 哎 那就违抗上命 哎 在我们混混帮里违抗上命 可是像大罪 嗯 小顺子实在是担当不起啊 哎 道长 为了不让小顺子为难 哎 哎 您还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摘灯笼吧 只要 用手指头这么猛的 一叉也不会太疼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嘿嘿嘿 哎 哎 我说同事的 你们混混帮 怎么出来这么个不男不女的玩意儿啊 真是丢人啊 嘿嘿嘿 嘿嘿嘿 哈哈哈哈 滚 还笑呢你 嘿嘿 嘿 嗯 真对不住 哎 这位兄弟还需要时间来断理一下 嗯 不过 对于道长你的冷静的功夫 在下非常佩服 时辰到了 道长 你怎么看 嗯 哎呀 我不是如期赴约了吗 这离我们打赌的时间 那还差一个时辰呢 我们是四十打赌 现在刚刚是陈时啊 那我 我 我们是九月初一的四十打的赌 按 按时辰是没到 但是按日子 今天的确是第一百零二天 我没错吧 我说徒弟啊 我真是白收你当这个徒弟了 哎 我 你把九十十一这三个月 各算了三十天对吧 啊 今年是以某年 以某年九月和十月都是二十九天 你少算了两天 还差一个时辰才到我们的赌期呢 好 算你狠 好 我就不相信 在短短剩下的这半个多时辰里面 我待在自个儿家里 四周有这么多的兄弟保护我 我会死于非命 呵呵呵 你真是个肉烂嘴不烂的东西 你胆子大 那你再等半个时辰 好吗 好 报告营长 什么事 有人找你 是高营长吗 我是野鬼的朋友 他让我来找你 你是野鬼的朋友 我是青云客店的掌柜 野鬼一直搬成武功山人 就住在小店内 野鬼出什么事了 大个吉祥 都被打得躺在床上动荡不了了 还吉祥呢 何妄 我让你玩 你男朋友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丫头 自从你离开翠云堂 就再也不来看我了 连住处也不让我知道 你真这么绝情啊 请大阿哥见谅 崔薇如今 心如稿木死灰 什么人都不想见了 只愿伴着清灯古佛 聊此残生 可没想到 还是沉心未断 一听说大阿哥受伤了 便急忙赶来了 大阿哥到底犯了什么错 皇上把你打得这么惨呢 还不是那个武功山人 召开的那个什么记者发布会 弄得全中国上下都知道了 我怕我爹知道这事以后 气坏了身子 就弄了一张假报纸来糊弄他 结果没想到 真报纸还是被他看到了 这不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雷处长也真没用 到现在还没把那个武功山人 给我抓回来 我听说 那个武功山人 是铜狮子特意请来 坏皇上事的 说是皇上当年 在天津当直立总督的时候 曾经严惩过混混帮 还当堂打死过混混帮的 好几个长老 铜狮子此举 就是为了来报仇的 我真该死 怎么你说的这些 我一点都没听说过呀 我早就跟你说过 铜狮子不是什么好人 他倒是真的拥护恢复帝制 但是他拥护的是前卿的 爱新觉罗溥仪 不是红线皇帝 今天我爹也说到了这一点 我跟他说啊 铜狮子已经福度自尽了 可我爹怎么说 他可能没死 皇上真是英明 铜狮子真的没有死 他是躲起来了 你说什么 慢点 你说什么 他没死 他都哪儿了 我饶不了他 大哥你都伤成这样了 怎么能去呢 来人 敬礼 你们几个蠢猪 铜狮子没死 你们知道吗 铜狮子没死 这个雷震春 武功山人没抓着 铜狮子又没死 我看他这个处长是不想当了 其实铜狮子说的也没错 雷处长收了他那么多的好处 说不定解药就是他给的 不过照你这么一说 那解药还真有可能是他给的 对 那当然 奶奶的 郎志雄 你收了铜狮子多少贿赂 小人也收了一点 大哥 那我都是受了铜狮子和雷处长的毒害 我绝对不会为了那点微末小会 就背叛皇上和大哥您哪 你这话是真的吗 属下愿用人头担保 好 那我就考验你 你马上带一队御林军 跟着这位王小姐 把铜狮子给我毙了 专旨 我还活着呢 我还活着呢 时辰已经到了呀 道长 我还活着呢 你看 你还有什么遗言呢 有什么话要说呀 啊 什么呀 师辰对不起 连累你了 把他的袜子给我拿开 师兄 都怪我 是我害了你啊 你说我会有血光之灾 我看 有血光之灾的应该是你 通师达 你给我住手 别啰嗦了 别啰嗦了 开枪吧你 嗯 谁开的枪啊 啊 谁啊 是我 别走 王志雄 别走 别走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洪狮子 你胆子不小啊 居然敢炸死瞒我们 你以为军警执法处是吃素的吗 看见这些人了吗 郎志雄你这个混蛋 赤里扒外 啊 奉大阿哥的旨意 处决王翔和 啊 请忙 翔和 翔和 郎志雄 你这个混蛋 我饶不了你 哈哈哈哈 走 我让你走 没事没事 翔和 没事 我让你走 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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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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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贵了 大人贵的 大人贵的 厨贵的 大人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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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lusion 你 哎 哎 你 哎不然 哎不然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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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啊 小河 小河 你不能死啊你 你死了我怎么办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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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 我 我爱你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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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把你从小养到大 想不到 想不到 你竟敢杀了我的狮子 你 我 我 不要死 住手 把你的枪放下 不要他们走 我 带大奶奶走 我找不了你 走 走 这些人都是小萌络 不值得你们军警处费神 我想不了你 我向大哥给你起功 走 相和 走 走 好了 相和 走吧 快 快 师兄 我们快走 不行 你不能走 为什么 我们袁大公子 最想见的人 就是你了 我们快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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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吾龙杆人带走 不要进去 危险 别急 别快去 走 快 小心点 高大哥 快点揉揉 走 大蒋 快点揉揉揉揉 快点揉揉揉揉揉 快点揉揉揉揉揉 不愿意 不要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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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去 这也挺危险的 我们回去想办法 快走 走 快 快走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一瘸一拐的 能上哪儿去 怎么 你要出门 我爹病了 我得去看看他 好好的 怎么又病了 是啊 我爹一向身体很好的 好 那去吧 等等 待我 跟岳父大人 问事好 好 来 来 给你 谢谢 玉花儿妹子 还偷子 想死我了你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来 玉花儿 我跟你说啊 出事了 他们把人抓起来了 现在就关在你们家地牢里呢 关在我们家 你疯了你啊 你过去码去 我跟你说啊 他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和张也轨的关系 据说在回来的路上 他们遭到了高大哥的阻击 怕有人再抢张也轨 执法出发不安全 就把他给关到这里头了 明白了吗 那我先回去了 别说是我说的 雷处长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有事情要问你 这个 还有这个 什么意思啊 夫人 我们是奉了大阿哥之名 前来保护你们的 不光是这两个 里面还有十多个呢 我需要那么多人保护吗 夫人啊 您现在是大福尽了 不是一般的人了 所以 这进出都要增加侍卫 这也是体现了咱们皇家的气派啊 夫人啊 镇春呢 还真有一件事 马上要向您禀报 您看 咱是不是到里边谈去 请慢用 下去吧 雷处长 我们家怎么会有地牢呢 我爹在这里住了这么久 怎么都不知道啊 这关在里面的 是什么人啊 是大公子的仇人 也是大公子命令我们抓的人 也是大公子命令我们抓的人 但是我们这儿又不是牢房 你把人关在这儿 不太合适吧 大福尽有所不知 这座公馆在前卿的时候 是一个隐身大盗的住宅 为了监禁绑架来的肉片 他在住宅下面建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地牢 民国之后 大总统把这座公馆 拨给了我们军警执法处使用 也常常把重要的犯人 关在地牢里面 后来段总长不允许我们军警执法处 单独设立监狱关押人犯 我们就把这个地牢给封起来了 您跟大公子结婚之后呢 大公子就把这座公馆给买下来了 经过修缮呢 就把它送给了你和马老太爷居住 安全问题呢 您不用担心 我们军警执法处 派了三名军官和八名军警专门保护你们 他们呢就在门外头 我马上让他们进来 郎队长 到 敬礼 郎队长 大福晋可能认识吧 那位呢 是丁大郎 这位呢 是丁三郎 他们啊 是两兄弟 郎队长 你们在这儿 一定要保护好 大福晋和老太爷 是 还有大福晋和老太爷有什么要求 一定要满足他们 是 还有 任何人都不能接触灌在地牢里的人 是 这个地牢里 是不是灌着一个绑大妖元的盗贼啊 不是 只不过是一个江湖术士 江湖术士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 那 我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当然可以 您是大福晋 他是大公子的仇人 也就是您的仇人 我们对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请 到这儿 弹起头来 爷 怎么 福晋 认识他 武功山人 在北京的名气 可是很大的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雷处长可能忘了吧 我和我爹能发迹 也都是靠了他呀 哦 看来是我疏忽了 武功山人也算是修道之人 我想他是不会逃走的 看在他对我们赴女友恩的份上 雷处长 请您善待他 好吧 蓝队长 到 武功山人 乃一代奇人 你和兄弟们 绝不能羞辱他 另外 在生活上 如果他要有什么要求 你一定要满足他 武功山人 关在这儿的消息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谁要是泄露出去 军法从事 绝不宽容 是 属下愿意人头担保 绝不泄命 福晋也是一样 嘴要严一点 绝不能泄露出去 要是泄露出去了 让新闻记者们知道了 大公子会立即下令杀他灭口的 到那个时候 您可真就成了杀害他的凶手了 雷处长您放心 这件事情连我爹也不会知道的 对了郎队长 你应该吩咐你的手下 除了我之外 任何人不准进入后院 有大福晋这句话 属下就好办多了 那好 福晋 请办 一代其人 道长 听说您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能为我先知 道长 给我算一挂吧 算什么呀 荣华富贵呀 心性不好 改天再说 这 给 原来他是因为 武功山人对他有恩 才会去看他的 我已经下令郎志雄 从现在开始 马公馆是只许进不许出 就连大福晋和老太爷也不例外 如果他们想报恩 可以给武功山人吃好些 但是绝对是救不了他的 那就好 至于这个妖道怎么处置 还请大个名事啊 我们 劫持武功山人发生了激战 影响比较恶劣 这本来是件坏事 但是现在啊 可以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 我们就把劫持武功山人的事 栽到张大炮的头上 就说 是张大炮派人劫持武功山人 我们军警执法处的人是去救人 结果 人没救到被他接走了 我们呢 深表遗憾 大哥 我明白了 您这是满天过海 把杀害武功山人的罪名 全都推到张大炮的身上了 等大家都相信 武功山人确实是落在了张大炮的手上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处决他 大哥 您真是高啊 你咋回来 大炮的手上了 却在我身上 不知道 在这儿 现在还好 你把我都推到你 你把我推到你 你把我推到你 你把你推到我推到你 真就死定了 可惜他们是聪明反辈 聪明误望 把我关到你这里 有你帮我 我还有一线生机 你知道的 我一定会帮你 即使付出生命 我也会救你的 别别别别 别说这么玄 听得我心酸酸的 你再让我好好想想 我来通知你一件事 这个 混蛋 海棠话是你叫的吗 少过来这套 以前王祥和在的时候 我敬你三分 现在他可死了 我告诉你 我今天是来接管你 翠云堂的 熊瞎子 祥和在的时候 可是对你恩重如山啊 他这才走几天 他现在尸骨未寒 想不到你就 我呸 同事的队人一贯刻薄 那巴山虎跟了他多少年 就这么给杀了 兄弟们这心都寒了 海棠话我告诉你 识相得自己搬出这翠云堂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尊敬你 干什么 跪下 你们知道你们两个 犯了什么罪吗 你们两个居然乱搞 搞在一起 搞在一起不说 居然搞到我的房间里 大掌柜 这件事情本来我都不好意思说 大掌柜 大掌柜 不关没谢的事 错都在乎 错都在乎我呀 大掌柜 大掌柜 我错了 大掌柜 大掌柜 真的是我的错呀 说 还以别说了 丢人 梅香 自从你十一岁开始 到我家来 我们所有的兄弟 都对你不保 是吗 为什么 今天你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吗 现在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谈恋爱 交朋友 都没关系 为什么你要到他的房间呢 不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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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掌柜 这都来我呀 昨天晚上我喝多少 都来我 当然怪你呀 在混合帮里 从来没有出现过 自己的兄弟 爱自己的人 把自己的女人 带到别的兄弟的房间里 丢人呐 你还是第一人呐 啊 嗯 切语 怎么说呢 这样吧 他们俩呢 交给我来处理吧 家有家归 邦有邦归 一定要罚 说 奶奶 我在北京 有一个四合院 在郊外还有个农场 我家还有两千块 现大洋呢 我全都捐出来 给混混帮当做经费 我只求能够 拿出五十块大洋 给梅香 让她当作回家的路费 梅香可是个好姑娘 我俩是这些相爱的呀 成交 成交 你有种 我们混混帮里面 这么多年 我以为只有我王湘和一个人 你是真英雄 真男人 现在我发现你是第一个 好 就凭你的真爱 在这么多兄弟面前 你要保证 你要保护梅香 一生一世 我我保证 保护梅香 一生一世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是爷爷大掌柜的 谢谢大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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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一辈子 忠心恳恳为父母帮效忠 谢谢大掌柜 谢谢大掌柜 这座宫馆非常坚固 一手难攻 地牢在宫馆的下面 八个守卫军警 全都是军警执法处的人 三名军官领头的 一个是郎智雄 另一个叫丁大郎 还有一个叫丁三郎 他们几个枪法了得 武艺高强 而且精明能干 这两匹狼我们交过手 身手确实不错 不过 只要我们计划周密 行动迅速 不是没有可能 把他们全部干掉 问题是我们不可能 同时把他们全部干掉 而且他们肯定得到了命令 如果有人劫狱 肯定会提前处决犯人 我们稍有不慎 就会要了野鬼的命啊 既然劫狱难度这么大 我们劫法场呢 根本就没有法场 武功山人开记者招待会之后 全国反复辟的声势风起云涌 袁世凯父子 已经恨透了武功山人 所以 张野鬼随时 都有被秘密处决的可能 那怎么办呢 怎么了 高大爷 掌柜的 有位自称是 武功山人的朋友的年轻人 说是有急事求见 武功山人的朋友 快请他进来 是 你不是袁克定的妻子吗 对 我是袁克定的挂牌妻子 红线皇帝的儿媳妇 但同时 我也是武功山人的朋友 我带来了他的消息 你们要不要信我 如果连你都信不过 拿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值得信任呢 高大哥 你也在 是啊 野鬼出事了 我怎么能不来呢 野鬼哥说 这个计划必须有你 否则根本行不通 你要我怎么帮忙 野鬼哥就知道 你们会劫狱 所以他嘱咐我 告诉你们千万不要 轻举妄动 他有一条妙计 根本不需要动武 只要我们里外配合一下 他就可以脱身 有这么好的妙计 来 你们听我说 道长 好不好吃啊 酒不行了啊 下次别买这家的了 好好好 是 道长 我看您今天心情不错 上次求您的事情能不能吗 什么事啊 对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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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倒霉啊倒霉 你这蛤蟆眼上了 这眼睛怎么了 典型的狗头蛤蟆眼啊 我是祖传的 那没办法了 那有什么破解的方法 当然有了 认识我就破解了 我每天帮你祈祷一下就行了 你看 有什么所求吗 我是俗人一个 不就求个名啊利益啊 了解了解了解 好 恭喜恭喜 恭喜 十天之内 你做雷震春的位置 你是说我十天之内 就可以做执法处的处长 嗯 那雷震春呢 不好 他有结束啊 好 好 接您解 道长 那您再往往看看例吧 好好好 算算了 来 哦 定是定卯是卯 今天的日子特别好 哎 拿五十大营出去赌博 准赚钱 直赌三把 下多了就不管用了 哎 还是不行 关键就倒霉在你这个蛤蟆眼上 去了赢不了钱呢 嗯 这样 你找一个大富大贵的女人 陪你一同去 保证你赢钱 道长 不瞒您说 现在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的口袋里能中羞涩 没有五十块现打羊啊 再一个 天底下那么多的女人 我哪能知道哪个女人福气大啊 我知道啊 谁啊 昨天 来的那个女呢 啊 我一眼看去 那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 你可以一直拉着她去赌钱 道长 你开玩笑吧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什么身份 她怎么可能陪我去赌场呢 我为什么不可能陪你去呢 呦 大福晋 您怎么来了 狼队长 我还没有去过赌场 只要你肯带我去的话 我一定会去 大福晋说笑话了吧 我狼某何等样的人 怎么敢劳您大驾呢 我没有说笑啊 狼队长 刚才这位道长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都是武功山人的未卜先知 今天我们就检验一下 说得好 说得好 我出五十块大洋 赢了算你的 输了算我的 好 如果这位道长 再胡说八道 那咱们就剁了他的手指头 剁得好 剁得好 好 谢谢大家 飘降 有多少堪堪险暖 在峰回路转出阴房 啊 微微无功伤 缠缘的众生 最深的多少智慧 多少憧憬 几贪的夜花 见证了多少心声 多少埋葬 不变的试囊 唤青草变 总把春天的爱情 春天的爱情收握 不变的试囊 海里风暖 倔强中堂起最优美 最优美的风光 不变的试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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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陵新的删了 柔道中提之最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